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我是瑋恩 今天要來介紹東京自由行必做十件事的下集 本集是新手必看系列的第五集 想看完整內容的人可以去頻道看播放清單 新手必看教學系列喔 那麼跟上集相同 這十件事是我心目中的標準 有不同想法的人歡迎在留言討論吧 相信有很多人會開始喜歡日本 是因為文化相關的原因吧 比方說日劇、漫畫、動畫等等 我自己身為阿宅的一份子 非常推薦來東京玩的人可以去體驗看看宅文化 初心者絕對是直接前往秋葉原啦 因為秋葉原這個地方就代表了宅文化 它集合了各種動漫產品 像是公仔 DVD 小生存 抱歉 阿宅愛研究的電器、電子產品 以及周邊部件 超級多的扭蛋機 嘿嘿 陪伴我的青春期草莓100%的男戶為 勇者逗二龍的便利商店 迷洋的光碟 超讚女僕咖啡廳等等 另外还有东京车站地下一番街 也有不少宅宅会爱的店家 或者是去朝圣台厂钢弹等等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加入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到我们的频道首页 在订阅的左边有一个加入的按钮 在加入之后就会跳出订阅的方案以及说明 依照程序填入资料就可以加入会员啦 由于日本拥有众多火山 使得温泉的文化在日本拥有悠久的历史 例如著名的古汤道后温泉 据传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 或者像日本三大名堂 位在岐阜县的夏侣温泉 群马县的草津温泉 以及位在神户的游马温泉 都是颇具规模的温泉箱 在附近区域有温泉商店街 以及许多温泉旅馆跟观光景点等等 至于在东京 我们推荐可以去近郊的香根汤本 伊豆 日光的鬼怒川温泉 清景泽 河口湖等等的地区 都是有名的温泉盛地 除了泡温泉之外 也有丰富的观光资源 可以安排两天一夜 甚至三天两夜的行程 而在东京都会区 可以到观光客友善的 大江户温泉物语 不单位在热闹的台场 完善的温泉设施与交通位置 也很方便排入市区的行程当中 由于日本的四季分明 而且东京对于城市的绿化 规划得很完善 再加上日本特殊的赏音文化 使得赏音本身成了相当大的观光卖点 而且每年能够赏音的时间很短暂 更造就了一种旗间县令的抢手感觉 东京能够赏音化的地方很多 比较有名的像是上野公园 青宿御苑 中暮黑 带带木公园 千鸟之渊等等的地方 可以在我们频道搜寻 东京十大赏音景点 里面列出了十个东京有名的赏音景点简介 除了热门地区之外 也推荐大家在三月中旬到下旬的櫻花季期间 多在东京的街头走走逛逛 也许一不小心 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櫻花秘境喔 富士山是日本的第一高山 也是日本人信仰以及许多外国游客心中的必赏景观 如果你是在东京市区想要眺望到富士山的话 在各大景观台会是最好的选择 比方说像东京都厅 Shibuya Sky 六本木之丘 东京铁塔 晴空塔等等 如果想要看到大一点 清楚一点的富士山 离东京近一点的景点 有高尾山 从新宿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抵达 而在东京近郊的赏富士山最佳景点之一 则是河口湖 是出发地点与搭乘的车转 大约需要一个半到三个小时不等 整个河口湖区域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富士山 比方说富士山景观缆车 以及大石公园等等 甚至是在周遭的饭店也都能直接从房间看到富士山 再搭配周遭区域丰富的观光景点 是个推荐喜欢近郊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 之后我们会推出详细的介绍影片 请记得追踪 最后一项就是逛商店街啦 这里的商店街指的是名字后面真的有街 商店街的地方 让我们先听听日本的朋友说说商店街的定义 商店街是一种重要的地方 地域的人们集中 那边的人和人聊天 然后买东西 听完之后就会了解到 商店街是最能接近当地生活的地方 所以很推荐大家来逛逛 介绍几条比较有特色的商店街 像是刚好连在一起 日本最长的单一游顶商店街 Pong商店街 以及关东最长的商店街 护月银座商店街 或者是有浓浓夏丁风味 被称为老奶奶的元素的 潮鸭地藏通商店街 以及同样充满怀旧感 短短的但是充满美食小吃的 古中银座商店街 想知道更多的话 可以参考东桥频道的 东京必逛商店街实选 给你满满的商店街啦 以上就是东京旅游必做的实践式下集 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想做 但没在影片中的呢 欢迎到留言区讨论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